欢迎回到梦想街57号 非常本土的一个便当店 林峰是怎么样把它经营起来的 先去了解 他从便当当助手 然后去送便当的小弟 再过来SOP厚厚的80页 每一个流程都有仔细的规定 光是煮饭就有酒到的工序 选米 洗米 煮饭 乘换 洗米还要看水的流向 洗米的这个角度 这样讲起来 但是把这个事业做大了 因为中式的素食就是没有SOP 再过来花800万引进POSE系统 一年的获利就这样花掉了 为什么要POSE系统里面 他管理库存 采购 节省 后来隔一年就赚钱了 再过来他每年都会遇到那个什么 那个木片会缺货 还向上整合 把到江苏的联营港花500万 把这个换盒的木片工厂 整个把它吃下来 盡力增加2% 那你觉得2%为不足道 但是便当的理顺就跟8% 我增加2%变10% 就很好玩了嘛 所以你看经过这些以后 今年跟百度合作 要把物餐的便当卖到哪里 卖到大陆 所以营业额会更加地增加了 所以他现在是两岸三地的话 都在卖物套的便当 对啊 他双四一年 去年的话创下20亿的商业 对啊 这就会说 他假如五年之后 抢占大陆5%的话 有400亿人民币 乘以五就2000亿台币了